剛剛老師都已經就是申請了一個帳號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你要用最簡單的就是 它進去就有範本 跟各位老師在用那個PowerPoint一樣 只是它的範本都長得跟你 我們一般PowerPoint比較不一樣 所以您進到您的首頁之後 您在這裡 這個地方 你就進到這個地 叫做 Your Place 進到這個地方來 好 你從首頁也可以啦 都一樣 像左手邊這邊它就有個New Place 你從這邊進來之後 在左手邊這裡 好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有範本讓你先去做選擇 那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教育版 所以它的圖是這個 那如果你不是教育版 它就只有單純這個就是在Loading而已 好 所以你從這個進去的那個畫面 你可以知道說你的版本是哪一個 好 進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本身就有這樣的範本 你看 剛剛我們講的關鍵字有沒有出來了 Template 那因為是範本 所以大部分都是加一個S 那你往下走 它裡面有很多 它一段時間會再推出新的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那如果你真的很熟悉 你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 那我就會建議老師 你用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可以試看看 就開空白的來做就好 為什麼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天馬行鋒的 做你想要的 有這些範本 有時候反而限制住你的 思考的那個邏輯 跟那個發展方向 好 那你可以先找看看 那我擔心這邊如果我們那麼多人用 不知道速度會不會太慢 你先試看看 如果萬一比較慢的 我們有給老師那個離線版 就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進到這邊來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免安裝版 你把它解壓說之後 就可以執行了 好 像我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暫存的 不是暫存 測試的 好 這裡 你把解壓說之後 裡面就有一個這個執行檔 直接點兩下就可以了 但是它打開之後 你要打入你的那個 申請的帳號跟密碼 才可以用 所以如果老師沒有連線的話 可能會不行 這個 來 我先把畫面還給老師 您先試看看說 你這樣子速度會不會太慢 好 那我們順便跟老師 稍微說明一下就是 您剛剛在看這邊 就是我們前面 其實第一個簡報 在這裡 這一塊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是 不管老師是教育版還是免費版 它原則上就只能在線帳編輯 那麼你如果下載這個桌 desktop這個版本的話 它可以讓你一個帳號用30天 一個帳號用30天 就是你現在這個帳號就是用30天 對對對 如果說你真的不想付費的話 30天後換一個 可是就沒有點CDU了 對啊對啊 對啊 那其實說真的 老師也不見得一定要用那個桌面板 desktop 你線上直接用就好啦 那如果你做完了 像我剛剛講 剛開始講的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說我要上課的地方 或者 我想要把它保存下來 你直接把它下載下來就好了 它是可以讓你下載的 那你不用擔心 對對對 你不用擔心說不能用 只是說 有些人他覺得說 我比較喜歡在桌面上編輯 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離線版 目的是 怕說我們現在網路太慢 老師再用不方便 我才放進來這樣子 好 那這樣了解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喔 這裡 剛剛在這邊 大家先試了一下 選擇範本 那如果你怕網路太慢的話 你就不要選3D的 3D的比較慢一點點 資料比較多 假設我先用這個 好 按Choose 他就會把那個範本帶進來 我們現在比較慢了 比較慢會影響到一個 就是中文的輸入 因為中文的字型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在比較慢的欠向 預設 這個 線上簡報雖然 都還不錯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中文的輸入的部分 它有某些字是出不來的 所以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在前面啊 我有一個 我們在講那個拋棄式信箱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寫英文嗎 因為沒有那個字 不是我故意要耍英文 是因為真的沒有那個 它有一個拋棄的拋打不出來 說明的說也沒有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這個應該理所當然 剛好就是那幾個字沒有 所以如果那幾個字沒有 有幾種方法可以解決 一個是用英文 你知道就好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你也可以用圖片 你把它變成圖片之後 就沒有什麼限制了 反正都是圖嘛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邊 等你這裡有了 進來的時候 你看它 預設是不是有給你幾個 Sample對不對 好 不管它 我們現在是在第一個 那你點一下 首先第一個動作呢 你要做的 不是馬上就輸入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在這邊打 中文 有沒有發現就出不來 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個動作 你要來這邊 範本這邊改編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範本裡面 有沒有這麼大的字 中文 所以你要打日文也是可以 可是一定要先切換過去 你先選了這個範本 它雖然顏色會變 不過沒有差 好 我現在選好了喔 那麼 這樣就沒問題了 我現在這個 選好就好了 那現在呢 再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可以打中文了 第二個缺點就是中文的字型 只有這種就是黑體 它沒有什麼標開體啊 細明體啊 因為中文字型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它的缺點 這是它的缺點 你看我打拋棄的拋 我下面有字出來有沒有 可是我點它是不是不見了 說明了說 其實都有跑出來啦 只是這個字剛好就沒有 剛好就沒有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在用它有點困擾的地方 好 那像這樣子 你點到 你點到任何個位置都可以打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分主要三種 其實我們一般在簡報也是主要分三種字而已 就是什麼 大標 次標 跟內文 八題就是內文 八題就是內文 所以你先了解這樣之後 就會比較清楚 點到它 它要移動 有沒有 姿態小 大一點 大一點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這樣 對不對 好你看 拉到旁邊 有沒有可以旋轉 有這個點點的 有這個點點的 好就可以做旋轉 也可以像這樣 那麼你可以先 一般來講 我選了範本之後 除了先把它改這邊以外 一個比較重要 我會選Present的看看 看看它到底這個範本 因為我們剛才只是看外觀而已嘛 你可以先 從下面這裡 你會比較清楚說 它的 整個的動作流程 有沒有 這樣你是比較清楚了 好 那我現在這個好了之後 我就叉叉 好 你看 一 就是第一個畫面 二 是從這裡開始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打 打你要的字 比如說我現在 好 那這個是標題 那點到這邊 我可能有次標題 那這個我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這個都沒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 字的顏色 或者是要做這個 對齊的 都在這邊做 這個應該比較OK 這個大家常用的 好 然後呢 OK 所以像這樣子 你打進去就好了 那 這裡 有可能你覺得說 啊這樣還不夠 我要加一些什麼 圖片啊 對不對 我可能就會再 加上它所謂的符號 或形狀 那這個功能 只有線上版才有 老師 如果用那個離線版的話 就沒有插入這個 符號的功能 好 就沒有這個功能 你可以找看看它幾個內建的 比如說你想要用這個勾勾的啊 因為它這邊都是向量圖檔 所以你要做放大縮小 比較簡單 好 我去哪 放大一點 在這邊齁 你看放大是不是都一樣 不會因為放大 然後就變得 就是有那個巨石狀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自己來這邊做調整 這樣OK 所以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像這樣先看一下說 大概待會兒呈現出來的樣子 那如果你是圖片的話呢 可以從這裡 圖片 你甚至直接從Google裡面找就好了 也不用你自己從 就是先存到自己電腦再傳上去 它會自動把你抓出來 也可以從我們自己電腦直接上傳上去 都OK 好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有下載的 那個測試用的 好 像這個 好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要大家找PNG的就在這裡 你看傳上來它還是什麼 透明的 這樣對我們來講就比較好用 就會比較好用 所以這樣第一個步驟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萬一你到達的字真的沒有 你要用圖片的話 該怎麼做 好我把畫面就還給你囉